大家好,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三 今天經過昨天的大跌後,有少少反彈 要反彈看多少,不然也要橫向整顧 今天升的大跌是一大半島 升的最多的是一般金層和礦石 交通設施、半導體、地產和其他金融 看看每個版派裏面 一般金層和礦石 一聲鼓勵 一聲鼓勵 升了161% 原因是由3號幾指升了5號 當然可以研究一下,究竟為什麼 如果不是的話,也可能需要 不是這樣 安降是硬的,俄裏也是硬的 中國的韓皇也是硬的 再次看看交通設施 交通設施一直都說 在整個中國經濟向好的期間 交通設施一直都會比較向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 半導體方面 當然也有個別的,如中芯、華雄等 也有升,不過不是升得太多 升得最多的是先市股 然後有地產 地產方面也是升得很細小的 但基本上都已經升得最多 下面是第十一、十二、十三 就是在這裏,看看那些還會不升 那些可能不是升10% 是升一些比較少的% 所以就不入流 其他金融呢 這些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對於大市的影響不太大 然後看看大重磅股 重磅股股方面 好,再其次看看那個是 其次 其次來這裡是一顆十字星出現 假如如果今天下午也是一顆十字星的話 有望明天會再反彈 如果這個不好 是維持比較少 就是多一點的下跌的話 那就不好了 最重要最不好最不好最不好的東西 就是怎樣呢 就不要跌穿過 一、二、三 三日之前的低位 最低限度 如果我以這個計算 這個低位 就是一九零九四 這裡這個低位 就是一九一 所以這裡就要這樣看 如果我計算這三日的話 這個呢 今天最低位就是 昨天最低位就是一九一六八 今天最低位就是一九一四三 昨天是收起一九二的 今天最好是收起一九二 或其上 這樣就證明了 這一九二是一個支持位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還要繼續開轉一個回調的 那我看一看之後就會看一看 今天可以留意什麼呢 留意一隻神舟紅鼓